在新加坡进行文化抗战的玉达夫 迫于形势辗转来到印尼的一个小镇落脚 却阴差阳错被日本宪兵拉去做了翻语 他使出浑身解暑 好不容易逃离了日本宪兵队 但真实身份却又面临被汉奸揭发的危险 那么这个汉奸是谁 玉达夫一直小心谨慎 他真实的身份又是如何被汉奸得知的 三峡大学胡俊修将为您讲述系列节目 玉达夫之死第三集 身份被识破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法律讲堂 上一讲我们讲到 中华民族抗日战争 全面打响之后 玉达夫来到南洋 玉达夫的日本话说得特别好啊 这样一来 他就阴差阳错 被离八爷公务不远的五级丁仪 日本县兵部拉过去当了翻译 可是玉达夫 可是玉达夫并不愿意助走为虐 帮助日本人做事 于是乎他使出浑身解数 一边隐藏身份 一边势集逃离日本宪兵队的魔窟 终于 日本县兵队同意 玉达夫辞掉翻译 此后呢 日本县兵只是在应急的时候 来找玉达夫客串客串 当当翻译 玉达夫还是免不了 要和日本县兵周旋往来 玉达夫一向警惕 他的真实身份 会暴露吗 日本县兵还真的识破了 酒厂老板赵连的真实身份 直到他就是中国的知名作家 玉达夫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关于这个问题 有两种说法 一种说法是 有人下了套 把玉达夫的身份给套出来 另外一种说法 是有人到日本县兵那里去告了命 我们先来看第一种说法 说是日本县兵玩套路 套出了玉达夫的身份 这个说法呢 是日本学者李牧正夫 在他的苏门达腊的玉达夫 这本书当中提到的 林牧正夫在书里面 他提供的这个说法呢 是包斯锦讲的 包斯锦 他当年在 玉达夫的酒厂里面 做事 而且是玉达夫 失踪当晚的见证人 包斯锦 由于要汇报酒厂 收支的情况的关系 每天早晚都要和玉达夫见面 那么化名为赵连的玉达夫 是怎么被日本县兵 识破真实身份的呢 按包斯锦的说法了 是日本县兵下了套 给玉达夫玩套路 给玉达夫玩套路的人 是五级丁仪 日本县兵总部特高科长 归田三郎 归田三郎 是搞特务工作和情报工作的 疑心病重 是他的职业病了 他早就对玉达夫 高超文雅的日语 惊叹不止 又疑心重重了 归田三郎 这个特务界的元老 套路读啊 他要找机会 试一试玉达夫 归田三郎 在1944年9月 他44岁生日的那天晚上 来到了玉达夫家里 让玉达夫请他喝酒 给他过生日 归田三郎 一边和玉达夫喝着酒 一边说啊 赵先生 有酒无师不成习 你的日语 这么优秀 要不咱俩 分头用日文来写诗 归田三郎 这是给玉达夫挖坑啊 玉达夫喝了两杯 放松了警惕 再说了 做诗 那可是他玉达夫的强项啊 他就答应了 他们两人开始写日本诗 一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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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本就停不下来 不过这归田三郎贼金贼金的 他做诗是假 探查赵连身份是真 归田三郎把赵连所做的十二首诗 用电报发送给东京情报总部去查核 日本的情报部门回电说啊 能够做这么高级日文诗的中国人 只有四个 哪四个呢 那就是鲁迅 周作人 郭梦若 玉达夫 这四位都曾经在日本留过学 是中国文化界的大咖 但是鲁迅已经在1936年去世了 周作人呢 已经当了汉奸 正在北平城里给日文主子卖命 而郭梦若呢 当时在中国从事抗日宣传工作 而且失丰啊 与之有出入 那么剩下的唯有郁达夫 郁达夫身份暴露的这个版本 以前没有人讲过 它是真的吗 我个人对此啊 此有保留意见 就连书的作者林木正夫也曾指出 这件事那可有不少疑问啊 其一 林木正夫找到了当年 苏门达腊日本宪兵的名录 但里面没有归田三郎的名字 其二 林木正夫走访苏门达腊当年 和郁达夫有过交往的人 按理说 对特高科长归田三郎这个人物 应该有人提起啊 而事实上呢 从来就没有过 如此看来 林木正夫觉得包思景 单方面的说法 那只能存疑 作为酒厂员工 包思景在郁达夫去世前 一直与其有着工作上的往来 更是郁达夫失踪内业的见证人之一 但在身份如何暴露 郁达夫为什么会被日本人盯上的这一点上 包思景的说法却存在着种种疑点 那么除了他的说法之外 关于郁达夫身份暴露的另外一种说法是怎样的 我们来看看另外一种 源于郁达夫生前好友们的回忆和说法 和郁达夫一起逃亡到八爷公务的胡玉芝先生 在郁达夫去世之后 写了一篇文章 郁达夫的流亡和失踪 回忆了当时的情景 原来 郁达夫在八爷公务的时候 为了隐藏真实身份 不被人认出 故意把自己搞得胡子拉扯 当地华侨都称他赵胡子 在苏门达腊西部一带 赵连或者赵胡子的名气 那可是很大的 因为他有文化 谈吐不凡 精通几国语言 又是老板开了酒厂 收容了一批逃难过去的华人 还招了一些当地的华侨和印第人做工 解决了他们的生计问题 这样一来 郁达夫在当地 威望很高 影响力很大 但是到了1944年年初 情形就不同了 因为当时日本军部啊 已经把驻印尼苏门达腊岛的 25军证监部 搬到了离八爷公务不远的五级丁夷 苏门达腊岛日本宪兵总部 也设在了五级丁夷 五级丁夷变得热闹起来 人员也复杂起来 这日本县兵总部里有一个福建籍的工作人员叫洪根培 此人呢 是个汉奸 对新加坡文化界的情形那是一向十分熟悉 当然认得玉达腊的长相 也知道玉达腊当年是新加坡文化抗战的领导人之一 1943年秋天 洪根培跟着日本鬼子到了苏门达腊之后 就认出赵连就是玉达腊 于是还故意和他走得很近 毕竟洪根培给日本县兵卖命 监视当地华侨动向 需要得到华侨精神领袖玉达腊的支持 汉奸洪根培来到苏门达腊后 一眼就认出了赵连的真实身份就是玉达腊 然而他却没有向日军告发 而是将此事隐瞒了下来 但不久后洪根培突然翻脸将实情告诉了日本人 从一开始的隐瞒真相到后来的主动解放 他态度转变的背后到底是何原因 当日本宪兵得知真相后 又会采取怎样的行动 三峡大学胡俊修继续为您讲述 系列节目玉达腹之死 第三集身份被识破 洪根培最初并没有告发玉达腹 这是为什么呢 一来啊 我觉得是因为玉达腹和洪根培 没有过节没有冲突 二来了 玉达腹在当地人缘好 威望高 洪根培也怕得罪了玉达腹 引起当地华侨华人公愤 虽然他是个汉奸 但毕竟是个中国人 也不想给自己添堵啊 但小人毕竟是小人 翻脸比翻书还快 1944年年初 洪根培向日本宪兵总部告发 说赵连就是中国知名作家 玉达腹 还诬陷说玉达腹 是反法西斯联军派来的间谍 半年前 洪根培就知道玉达腹的身份 却故意隐瞒不报 洪根培这时候 为什么要告玉达腹的命呢 原来他是因为玉达腹 没有满足他的一己之私 为了报复才去告密的 这又是什么情况呢 当年在苏文达腊 和玉达腹往来频繁的朋友 张子薇 后来化名了辣 写了一篇回忆文章 叫玉达腹流亡外绩 说了这么一件事情 当时洪根培 看中了苏门达腊 当地一位华侨商人的女儿 有一次和玉达腹 同桌吃饭的时候 洪根培要求玉达腹 为他出面作媒 玉达腹一向热心快肠 就不假思索 满口答应了 说这事包在我身上 但是后来玉达腹知道了 这个女孩子 她已经订婚了 于是乎啊 第二天 玉达腹找到了洪根培 说明原委 断然拒绝了作媒之事 洪根培心里很是不爽 但是嘴上却没说什么 1944年2月 洪根培向日本县兵总部 告发赵连就是玉达腹 还诬险他是反法西斯联军 派去的间谍 自此 玉达腹清楚自己的身份 已经暴露了 今天 人们比较公认的看法 就是洪根培这个汉奸 告了玉达腹的密 当年和玉达腹一起 逃亡到八叶公务的一帮朋友 写回忆文章 胡宇之写 玉达腹的流亡和失踪 王仁书写 继玉达腹 张楚坤写 回忆流亡中的玉达腹 汪金丁写 玉达腹的最后 还有当年在苏门达腊 和玉达腹频繁往来的朋友 张子威写 玉达腹流亡外界 都是这样说的 我个人呢 也倾向于赞同 胡玉芝 张楚坤 张子威等人的回忆 认为是洪根培 告了玉达腹的密 因为这些人的回忆 都大同小异 现场感很强 感觉是玉达腹 告诉了他们 他这个赵老板 穿帮的经过 玉达腹一直小心谨慎地 隐藏自己的身份 可最终还是被日本宪兵 得知了真相 玉达腹发现自己身份暴露后 会惊恐万分 再次逃亡吗 日本宪兵得知真相后 会逮捕玉达腹 并对他下毒手吗 三峡大学胡俊修 继续为您讲述 系列节目 玉达腹之死 第三集身份被识破 根据张子威的回忆 当身份暴露之后 玉达腹好像心里的紧张 突然释放了一样 玉达腹有一天对他说 事情穿了 这样也好 这样也好 好像生了一个窗 龙出了 也就好了 玉达腹内心的警惕 索性放下了 反正被日本鬼子看穿了 大不了一死 胡逸之劝玉达腹 到别的地方去躲一躲 但是玉达腹觉得 这样恐怕会连累大家 果断拒绝了 玉达腹说啊 我是躲避不了的 最近宪兵每天到我家里来 找我喝酒闲谈 虽然没有说穿 但显然我已经被监视了 我是逃不了的 索性不动声色 等事情爆发之后 再做打算 但你们应该先离开 不然事情怕牵连得太大 胡逸之劝的 玉达腹的话有道理 当时日本宪兵 还在进行侦查当中 对玉达腹 不过是暗中监视而已 如果这时候 玉达腹离开八爷公务 那就证明心里有鬼 可能会立即被捕啊 至于玉达腹的这些朋友呢 当时还没有被日本宪兵注意 于是和玉达腹商量之后 朋友们离开了八爷公务 胡逸之回忆 大概是到了1944年8月的时候 关于赵连这件案子 完全侦查完毕了 有一天 一个经常到玉达腹家里 串门蹭酒喝的日本宪兵 又去了玉达腹家里 一见面 突然改了口 不再喊赵先生 而是喊玉先生 这一事情过后 玉达腹照常住在八爷公务 日本宪兵并没有把这件案子 公开出去 除了几个知情的日本宪兵之外 其他的日本人 仍然不知道赵连是玉达腹 只把他当作一个 平常的华侨商人 那么 为什么日本宪兵 针破了玉达腹的真实身份 却不对他下毒手了 胡玉知他们当时 分析过这件事 觉得也没啥好奇怪的 因为玉达腹 是一个著名的作家 在日本名声很大 宪兵侦查了结果 知道他在战争时期 只是进行过抗日的宣传 但并没有直接击杀 日军之类的反日的实际活动 但玉达腹有民族良心 如果把他给拘捕起来 他一定宁愿牺牲 也不愿用玉达腹的灵意 和敌人去合作 如果把他给杀掉了 则突然显示日本的残暴 对于日本 那也没半毛钱好处 所以这件案子 实在不好办了 倒不如把这个案子给瞒下 暂步举发 同时 这个为数不多的知情宪兵 仍然对玉达腹严密监视 他是逃不了的了 尽管日本宪兵队 坐实了赵连的真实身份 但他们左右权衡 觉得先隐瞒此案 是比较好的方法 虽然玉达腹没有被逮捕 却也逃不掉被严密监视的命运 那么此时的玉达腹心里产生了 怎样的波澜 他的生活又发生了那些变化 如此一来呀 玉达腹的身份穿帮之后 生活表面上并没有太大的变化 他还是和从前一样 当他的赵老板 但是 我觉得玉达腹的小心脏 其实也受不了 他内心呢 还是起了大变化 大波澜 多了许多忐忑 总担心自己性命堪于 朝不保夕 为什么这样讲 依据何在呢 这从玉达夫 1945年初写的一封遗嘱 可以看出来 全文如下 于年已54岁 即今云死去 亦想中寿 天有不测风云 每年岁首 立作一言 以防万一 自改业经商以来 时将八载 所有盈余 尽失之友人 亲属之贫困者 故急住不多 统计目前现今 约存两万余顿 家中财产 约值三万余顿 丹荣宝 有住宅草舍一 及地一方 长百二十五米达 宽二十五米达 共一万四千余顿 凡此等产业 及现款金银器具等 当统油漆和利油 即子大雅 与其地或妹 分掌 职场及齐家坡 股款等 应未定 故不算 国内财产 有杭州官场路 住宅一所 藏书五百万卷 经此大乱 殊不知其存否 国内尚有子三 非 云 君 虽物遗产 料已长大成人 地隔数千里 欲问讯 亦为游几眼 予以笔明录之著作 凡十余种 迄今十余年来 版税一文未取 若有人代为向出版该书之上海北新书局交涉 则三子之在国内者 有可得数万元 然此来未知之数 非确定财产 故不必输 已有年元旦 我们来看看这份遗嘱 郁达夫写的真真假假 假假真真 假的是 郁达夫说自己在国内的著作 署名是笔明 不是原名 同时 假的还有 郁达夫说自己经商八年 其实呢 只有两年 显然也多说了六年 再就是 他把自己年龄说大了 他说自己五十四岁 其实呢 只有四十八岁 而且郁达夫 说自己在国内的藏书有五百万册 其实呢 是三万册 这一流吹得确实也太大了 遗书的内容确定是真的吗 他为什么要在遗书里面吹牛呢 在遗书里面说假话呢 我觉得呢 郁达夫此时还是想蒙蔽日本宪兵 还是想继续地隐藏自己的身份 这样对他自己来说也安全一些 也不能明明白白地说自己就是郁达夫 毕竟知道他真实身份的 就那么几个日本宪兵 所以他说假的 对他身份的隐藏 还是有帮助的 那么这遗书里面 什么是真的呢 那就是他内心的忐忑和担忧 所谓天有不测风云 以防万一 说得再明确不过了 那么郁达夫的遗嘱会抑郁成衬吗 时间到了1945年 日本法西斯即将走向穷途末路 郁达夫会转位为安吗 他的命运最后又会走向何方呢 我们下集再讲 今天的法律讲堂就到这里 再见 郁达夫小心谨慎 但最终还是被日本宪兵得知了真相 很快时间到了1945年 日本战败宣布投降 但出人意料的是 战争时期都没有对郁达夫痛下杀手的 日本宪兵 此时却将他残忍地杀害了 这是为什么 三峡大学胡俊修下期为您讲述 系列节目 郁达夫之死 第四集 惨遭毒手 团队